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小鱼透露 目前湖南卫视2019年节目的规划还没有出来 需要等到今年10月15日 以往每年都有的卫视独立的大型招商会 今年问了他理念 好像没有计划 至于招商金额 应该也不会对外公布了 在去年广告节上 湖南卫视以50.69亿的招商金额 打响了2018年卫视招商的第一枪 随后 各大卫视也纷纷亮出底牌 相比于去年的风光无限 今年中国国际广告节的卫视招商会则成绩许多 至于乐资本论 IDYULEZIBNLUN 侧面了解 湖南卫视从2016年起就开始派了100亿招商计划 但2018年也没有完成 现在怎么讲了 但环境肯定是不好的 郎张操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感慨道 他说这话时 正是中国国际广告节开幕 湖南 东方 浙江的几代一线卫视 又在维路日化 笑语逛了会场一圈 发现不少卫视的占管他日前冷冷清清 几个广告部的员工 仰坐在沙发里睡觉 下午没什么人 明天更没什么人了 对于当环境的变冷 不重视起湖联网的力量 新媒体和全媒体是安徽卫视 黑龙江卫视的招商关键词 在微博 微信 抖音等APP上的运营能力 成为了他们争相展示的亮点 安徽卫视的新综艺 一起来跳舞 就聚焦在广场舞领域 吸引高年龄层女性观众的注意力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精心在抖音上 亲自教授更为Fashion的广场舞 阿徽卫视令你当作秘密实际 为总化名 商养了多定制的视频短片《陈时春来》 阿徽瑞士广告部高层告诉娱乐资本论 ID Y-U-L-E-Z-I-B-E-N-L-O-N 我们目前的策略是进行定制化节目的生产 在节目制作的早期 就把客户接进来 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打造我们的栏目 在《陈时春来》的短片中 节目嘉宾逢新多演示 利用养乐多调制饮料的过程 而这样一养乐多为绝对主角的二到三分钟短片 是每期节目结尾处的固定环节 看完短片后 现场有一位媒体人士 不由相小于感叹 二线卫视变成了广告公司 招商相比稿 但二线卫视将目光转向往播亮时 一线卫视还可以通过数据细分来刷出最有利于自己的成绩单 看起来生存性欲强了不少 但事实上 这种比稿式的招商撕探 也渐渐被一线卫视采用 将苏卫视就讲到了与得到APP 联合推出的脱口性节目 知识就是力量 用来组证自己有能力和意愿为品牌客户定制内容 反主为客的笔稿 是怕会越来越频繁 对内容生态到底是破坏还是创新 谁也不知道 应受防止要求 理清海为化名 东方卫视中心总监王磊青也表达了同样的感觉 2018年主定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 今年我们行业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震盪 整个媒体环境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难 是今年众多卫视广告不从业者的普遍感受 宣事造假 政策限令 包括缺乏 今年卫视在接受更为艰难的考验 面对劣境 不少卫视并没有气馁 反而拿出了更为蓬勃的求生欲 打安全牌 迎合主旋律 甚至方低姿态 为金主爸爸们定制节目 卫视的字就能换来升级吗 客户能投一点就不错了 卫视今年招商更难 今年的情况是 你能找到客户 他能给你投一点 就不错了 你就不用管他们是什么类型的品牌了 一位省级卫视广告部的负责人 李星海告诉小鱼 从前 这个省级卫视广告部的业务员都坐在家里面 只要能把广告主的广告台上 就算是一个好的业务员了 但现在是 能把客户找来 也到自家的平台上来 才能是一个好的业务员 电视台从买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 李星海叹了口气 为了吸引广告主 电视台在招商价格政策上动了不少脑筋 此次广告节期间 一位湖南卫视的广告部员工 一直在现场忙着派发招商优惠套餐 里面就有门道 小鱼翻了一下招商手册 发现该台将广告资源整合 打包成了一个总价值 三千五百万元的标准套餐 套餐内包括每天四 此有致死短的卫视宣传片 五秒品牌形象广告 九项广告资源 每半年为一季 其中 第一季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第二季 二零一九年下半年 第三季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第四季 二零二零年下半年的合作价格 分别是两千五百万元 两千八百万元 三千一百万元 三千四百万元 但如果只欠一年 只需要五千万元便宜三百万元 如果只欠两年 只需一亿元便宜一千八百万元 相当于每季就按第一季的价格签订 李青海发现 金主爸爸们对电视台越来越抠了 过去广告客户的预算80%投放到电视台这块 现在全年的广告预算 只有20%投放到电视台 顶多不会超过30% 李青海无奈的目睹电视广告整个大的蛋糕在不断缩小 各大卫视就是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预算中去抢夺一份 李青海告诉小鱼 酒类品牌和卫视建立了长期合作 同时调兴契合 目前流失不大 手机类 汽车类 ODC企业的品牌广告主 投放量都在缩小 年轻化的品牌更爱视频网站 据知情人士介绍 从2016年开始 电视台的形势变得日趋严峻 过去一个头部节目能拉动一个台 比如这间卫视的中国好生意 加速卫视的《非诚勿扰》 他们在广告招商的比重 就达到整个台广告营收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在现在即便你有一个大的蓝 木 非常火爆 招商也很困难 客户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 他们会把整个预算分析到网站新媒体 电视台的广告被由艾腾为首的视频网站和OTT等新媒体 分流的现象已经是常态 在9月26日某一线卫视资源推荐会上 一位品牌代理公司负责人告诉小鱼 就是过来看看 现在主要还是投视频网站 内视也会投一点 目前没有听到哪家卫视的情况好一点 包括湖南卫视 这家卫视各个广告主 投放的广告额都是在锐减 在今年形势严峻到什么程度 明年节目的招商有多困难 李青海表示不好预料 因为明年节目的招商是今年10月份开始 目前正处于在预议阶段 往年10月到11月份 正是各个卫视广告招联会的密集时期 除了受到互联网的外部挤压 电视台里面能存活的 也出现垮头效应 广告主报团取暖 选择最热门的综艺节目 除了少数卫视 能够凭借热门综艺获得巨额冠名费 大多数卫视节目 越来越难接到广告订单 特别是中央部的项目会面临失血 据某广告公司首席战略官透露 湖南卫视自制 类的头部综艺都卖得不错 第二季中餐厅直录了18个品牌 很吓人变成了广告里面看节目了 头部内容不愁慢 在电视台整体示威的形式下 品牌广告主更会向好 得为是好的内容高度集中 头部的内容招商情况都还不错 尾部的一两千万锤之类的内容也好招商 困难的是腰部六七千万左右的项目 一位广告公司负责人告诉娱乐资本论 I-D-Y-U-L-E-C-I-B-E-N-L-O-N 收视造假 政策限令 包括缺乏 卫视不受金主爸爸宠爱金主爸爸们 为什么对卫视越来越抠门了 前阵子收视率黑幕的事情 广告主的信心肯定会受影响的 李青海坦承收视率造假的丑闻 对卫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空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也已经展开调查 收视率造假只是其中一个大雷 从年初开始 各种县令接连推出 美视端面临的风险在加剧 品牌从疯狂撒钱到如今开始理性谨慎 精打细算 原来青睐卫视的酒类品牌降低了投放 某广告公司高层告诉小鱼 从前把酒广告在媒体上很疯狂 的投放现在行不通了 广告法是限制了白酒类 一个晚上只能是两个品牌 再加上消费受限 这都是大的消费环境发生改变 而内容上受到了的限制更多 原定于东方卫视和加速卫视 拼搏的如一转 最终受罪延限鼓令 影响变成了腾讯视频全网独播 台博也从最初先排后 网到如今渐渐成为趋势的全网独播 影视公司 社众 广告主 都在网视频网站迁移 卫视的没落 网站太强大了 你看现在电视机的开机率的降低 大家基本上就是世界飞期间看一看 某二线卫视广告部负责 人说 除了政策带来的风险之外 卫视另一个致命短板是 内容制作的水平不及网站 今年网中和网剧一转突起 年写攻略偶像练习生 创造101 中国游戏哈等热门内容都是网剧网中 但尴尬的是 为是缺乏吸引品牌主风抢的头部大爆款 今年来收视率的扛靶子 还是奔跑吧兄弟 中国新歌声等综恩代 但这类头部内容的收视率 却在逐年下降 奔跑吧兄弟 CFM52 成的收视率 中国新歌声 收视率和播放量对比图一 以最新的收视率来看 破1%的仅有中国好声音一档 像中餐厅我家那小子 换了支撑 本位积与厚望的综艺 收视率表现却在1%之下 收视率破3%的综艺不复存在 卫视综艺拦有包款 各大卫视综艺CFM52 成收视率招商店比早 卫视的求生率爆棚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养护后身体上去医院 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在介绍2018年养生堂 节目与保健品牌的合作时 北京卫视的广告节刊会 代表幽默了一把 不止一家省级卫视在强调 2019年卫视形势格外严峻的一年 从古大卫视的招商操作中 也能看到强烈的求生率 在江苏卫视2018年成绩的那页PPT上 一个大大的吻字 占据了最大的版面 在卫视看来 基于品牌方确定性和安全感 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底牌 安全感首先来自于收视率和话题度 而能为此保驾护航 这正是明清阵容和成熟的综艺IP 因而一方面各家卫视纷纷化喜大饼 为综艺节目列出了诱惑力极强的梦幻阵容 例如这间卫视青春环游记 你要朱一龙白宇 沈月王鹤地 无几年徐台等多对当红音频CP 但在不少粉丝看来 能聚集朱一龙和白宇 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两家的粉丝就不可能会答应 另一方面 宗恩戴依就是在推荐资源会上的主角 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 第五季 北京卫视跨界歌王 第四季都进行了重点推荐 就算是新综艺 也最好要有王牌综艺的背书 这间卫视把奔跑吧团队制作 作为旅行节目 各位有可请注意的卖点 哟 我就是演员队专业的态度 为喜剧的荣耀站台 安全感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就是顺应政策风向 坚持弘扬正能量 在9月26日举办的2019 东方卫视开放大会上 欲望之城 还是被重点推荐的剧集 而就在第二天 无数国公司把人代表 被刑事拘留的消息曝光后 欲望之城的海报 已经缩建了另一家听部平台 这将卫视PPT的角落 在讲演中 也始终没有姓名 另外一个有趣的细节是 江苏卫视营销中心副主任 王高领的演讲中 专门提到了江苏卫视 在这能量传播上的卫视领先地位 狗年春 玩的七段栏目 获得广电总局表扬 最强大闹的六档节目 赢得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当主流媒体点赞的字样 客人出现在大屏上 在这能量综艺的题材选择上 各家卫视则不谋而合 东方卫视 黑龙家卫视 都瞄准了英雄题材 推出寻找英雄 致敬英雄两单节目 更多的卫视朝周2022年 北京都阿快发力 东方卫视 浙江卫视 北京卫视 黑龙家卫视 都有冰雪题材真人秀的计划 其中北京卫视将有三道冰雪节目 分别是跨年冰雪盛典 跨界冰雪王和近未来的我们 以综艺节目为主要卖点 是五大卫视 共同的招商策略 浙江卫视 更是直接称综艺节目广告为效果最好的广告 还提出了电视剧的综艺化打造 表示浙江台的各剧策略和 我就是演员的节目逻辑是一致的 集合式的演员将好的故事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电视剧 曾踪迹热度的情况 一方面是因为2019年的 卫视剧的确防善可尘 亮点不多 受到现护灵的影响 我装带IP剧 在2019年卫视剧及计划中不见踪影 原计划2018年播出的 《至否至否英式绿肥红兽》 《独孤皇后至今杳无音信》 都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大幅增多 例如聚焦高考和家庭教育的少年派 关注买房租房问题的《我的真朋友》等 此外 以NL伟大外 代表的主旋律年代剧 也是2019年的重头戏 另一方面 综艺节目的广告植入相对变视剧 更加容易 场景植入 剧情植入 道具植入等多种植入方式 将品牌与节目内容融合 每期节目的植入情节都不重复 还能保证固定评测的重复出现 同时又在契合消费场景 因此 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卫视要将综艺节目 作为招商的主要着力点 在互联网视频广告的冲击下 用户下沉成为了省级卫视的救命涛槽 东方卫视的主流受众 正在有都市白领 向小镇青年转化 东方卫视中心总监 东方娱乐集团总经理 S&B影视剧中心主任黄磊卿表示 在2019年东方卫视的综艺节目计划中 有好先生进化论 我家有女初找成等多当综艺 以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为目标受众 与一二线城市相比 三四线城市的电视收视表现更好 当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已经转向网络视频平台时 三四线城市仍持有大量年轻电视观众 他们更新来有电视媒体背书的品牌 同时拥有不可小缺的消费能力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他们可能会成为卫视之间 互相抢夺的重点用户 相比与一线卫视 穷泽斯变得二线卫视招商姿态 更为柔软灵活 本来想放几张我们给客户做的推的照片 结果同事说太low 阿辉卫视广告招商负责人说 但我们的推的效果真的很好 二线卫视不得